内地艺人景田因为违反《广告法》规定 被没收违法所得和罚款 合共大约722万元人民币 广州市市场监管局通报说 景田为广州公司无限上 代言一款果蔬类的食品 声称可以阻止油脂和糖分吸收 但其实只是普通食品 亦欠缺有效证据证实它的功效 违反《广告法》有关规定 景田在社交平台发表道歉声明 并表示已经存额缴付罚款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表示 坚决支持依法查处案件 又说明星作为公众人物 应该设置履行社会责任 确保广告的代言内容是真实合法 而根据《广告法》的规定 违法的艺人三年内不可再代言广告 律政司举办香港国安法法律论坛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公委副主任张勇认为 国安法很多条款还有具体实施 驻港国安公署处长郑雁雄强调 香港高度自治的前提是高度自国 等中央高度放心 全国人大会议通过港区维护国家安全法 决定两周年 律政司举办香港国安法法律论坛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公委副主任张勇说 香港在构建维护国家安全制度体系 还在起步阶段 国安决定的不少内容 还没有形成制度性安排 香港国安法的许多条款 还有待具体实施 维护国家安全是中央视权 在一个国家内 国家安全的标准是统一的 在香港维护国家安全 住港国安公署署长郑雁雄说 高度自治的前提是高度自国 要比中央高度放心 只不可以因为形容英美法系 而罔顾国家利益 只不可以罔顾香港回归中国的事实 去延续港英时期的价值功练 甚至是听英美国家疑子弃使 不能够罔顾中央的根本关切 搞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情 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工厨 特派员刘光源更加强调 香港面临外部安全风险严峻 当前新冠疫情延荡反复 乌克兰危机影响深远 单边主义 霸权主义 强权政治 逆流横行 各种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 威胁乘出不穷 建设斥久和平 普遍安全的世界 仍然任重道远 港澳办副主任黄灵贵指出 港区国安法是香港法治的强心针 是居民权利和自由的守护神 实施以来香港已经告别动荡不安的局面 无线电视记者郭荣恩报道 澳门科技大学第一批医学生 早前在珠海市人民医院 完成为期三个星期的建策 澳科大并期望日后可以和大湾区内更多的医院合作 这一日在珠海市人民医院举行临床建策结业仪式 参与今次建策的是来自澳门科技大学医学院 33名内外传科医学学士的学生 珠海市人民医院针对课程的需求 制定了全新的建策项目 将这一批医学生轮流安排到普通外科 神经外科、心胸外科、骨科和避尿外科等 五个科室学习 这个建策机会是两地政府和医疗界 帮我们安排一个很难得的平台 无论是跟医生招了查房 到跟他们去门诊体证 到去病床上做一些体验 然后分析报告 到看手术的过程 我觉得各方面都是非常有得着的 澳门科技大学指 未来会继续和珠海市人民医院合作 澳门人口少 只有六十几万人 病例就不会很多 反而在国内的大医院 他们见的病例是很多 变成了学生可以把握时间 真的见多些不同种类的病 以往澳门的年轻人 只能到内地、香港或者海外收读医科 澳科大三年前开办本地 首个内外传科的医学学试课程 澳门以前需要输入医生 而我们从今以后就可以产生 Made in Macau的 专为澳门的市民 而度身定做的医生 我希望社会上有一个 比较愿意投放在医疗教育培训 澳门科技大学又说 目前正和本地和大湾区的医院 讨论合作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 已经落实建杂的计划 今年九月之后 大学的医学生 会有更多建杂的机会 无线电视记者 王维之在珠海报道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 巴切莱特 结束六日访华行程 巴切莱特在记者会上说 访问期间向中方高层 表达对多项人权议题的关注 包括促请中方检讨反恐政策 是否符合国际人权标准 但强调此行并非调查 他又形容在新疆期间 探访的过程开放、透明 在场人士回答他们所有提问 国家主席习近平早前 曾经与巴切莱特视像会面 说中国人民的人权 得到前所未有的保障 重新在人权问题上 不存在十全十美的理想国 不需要别国做教师爷 更加不能以人权为借口 干涉别国的内政 国务委员兼外长王维认为 美国的世界观、中国观 和中美关系观 都出现了严重偏差 王维回应早前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对华政策演说 说这个世界不是美方描绘的世界 中国不是美国益想中的中国 中美关系也不是美方设计的灵和博弈 美方首先应该以色度 单极霸权不得人心 集团对抗无前途 脱勾断工选人害己 王维说国与国之间可以公平竞争 但是不应该是恶性竞争 中方原以公平地比一比 谁可以将国家治理得更加好 谁能够为世界作出更多贡献 强调中国人有信心 也从来不向恶诈、脅迫退役 会坚定捍卫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任何打压压制 只会令到中国人民更加团结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来特 总结6日的访华行程 他提到有向中方表达 对于多项人权议题的关注 而中方就表示 双方本着互相尊重 坦诚相待的精神 广泛深入交流 又强调中国人权发展道路成功有效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来特 结束6日访华 在网上召开记者会总结行程 他说访问期间 向中方高层表达对多项人权议题的关注 包括促请当局检讨反恐政策 是否符合国际人权标准 他又说对本港社运人士、律师 以及记者被捕深感忧虑 但强调此行并不是做调查 西方国家指控中国严重侵犯新疆人权 囚禁过百万维吾尔人 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 以及强迫劳动 巴切来特就说他在新疆的探访 没有受到当局监视和限制 形容探访的过程开放透明 再重人士回答他们所有提问 巴切来特此行渡过新疆的客厦 和乌鲁木齐以及广州 因应内地新冠疫情 访问采取闭环方式 双方协定不安排记者采访 今次是时隔17年 再有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访 说巴切来特此行获安排 和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等的负责人会面 外交部副部长马焦旭说 双方本着相互尊重 坦诚相待的精神 广泛深入交流 强调中国人权发展道路成功有效 会继续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他批评一些西方国家 和反华势力打着人权仿指 服务以江浙华的政治图谋 形容巴切来特 这次亲身感受了一个真实的新疆 国家主席习近平 早前和巴切来特视像会面的时候就说 中国人民的人权得到前所未有的保障 重新在人权问题上 不存在十存十美的理想国 不需要别国做教师爷 无线电视记者杨杰宜报道